歡迎收看アイソン秀體操 終於來到我們萬眾沒有矚目的最後兩項 雙槓及單槓 那經過前面四項的詳細解說 相信大家對於這個體操的動作 以及項目上也已經有稍微了解了一點點 那這邊也希望能幫助到真的想了解這個項目的人 能讓他未來在看這個項目比賽的時候 能夠更清楚的了解這個項目的利與美 那這邊就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進入項目解說囉 第一項是我們的雙槓 雙槓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個金屬架子在下面 然後上面還有兩根木頭 然後平行的 那也可以看到選手在槓上面 用雙手支撐做一些擺動 或者是跳轉一些動作的系列變化 一樣的選手會在上面做十個動作來完成一個套路 那這邊可以看到選手除了在上面做動作 他有一點就是他的高度非常的高 他由地面量起來有195公分 所以選手要在這麼高的高度上面做出不同動作的變化 再去做一個結束動作 那第一個就要先克服他心裡的恐懼 因為雙槓的這個高度是有國際規則規定的 所以是不能去做高度變化的這個調整 兩隻槓的寬度呢 就由選手自己本身習慣什麼寬度去做不同的調整變化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雙槓有哪些類群呢 好那雙槓的第一類就是支撐 那就是經由選手的兩隻手支撐在上面 那他會經過一些擺動的動作來完成一些動作系列的變化 也就是說你一開始只要撐上去就算是一個支撐動作 再做一些擺動 經由擺動做一些動作的變化 這都是屬於第一類群的動作 第二類是我們的掛臂類 那什麼是掛臂類呢 他用他的二頭這個面去做一個掛臂動作 這一個動作是相當的痛啊 我記得我小時候在練的時候非常逃避這個動作 因為這邊真的是爆炸頭 第二類就是經由我們的掛臂支撐開始做動作 這就是我們的第二類群 好那第三類難度就比較高一點 他是經由一隻槓或者是兩隻槓 在裡面做一個大板回環的這個動作 你要靠平 因為雙槓他比較粗一點 跟單槓比較不一樣 所以他的寬度比較寬 你在抓的時候就要握得特別緊 所以這個是考驗到你的握力 那你在經由擺動 從導力開始做一個大回環 所以你的手要非常能夠抓得住 所以這邊你也可以看到很多選手會在上面打一些蜂蜜 蜂蜜再加上我們的那些白粉上去之後 讓他能夠更好抓 握得更緊一點 讓他在做動作的時候就不容易飛走 最後第四類就是我們的下把 下把就是所有器械項目都一定會有人從器械上到結束落地 向裁判示意 這就是下把這邊我們可以看一下第一類 第一類是大部分台灣的選手都會做的擺動 然後接一個動作 那大部分的選手都會做支撐擺起來轉180 或者是擺起來往前之後轉360的一個支撐擺動動作 這兩個動作呢 在台灣選手上面常見的動作 因為動作上面他有分很多的難度等級 有時候從小開始訓練的選手 他不一定適合某一些動作 那就會挑一些動作來讓他練 那這兩個動作剛好是小時候的選手 或者是慢慢長大的選手 他都是可以去安全的使用的一個動作 所以大部分台灣的選手在從小開始練的時候 都會先挑這兩個動作系列先來練 那也永續他發展以後的動作 因為都有一點關聯性 在對於擺動上面 可能未來他想轉更多圈 或者是做一些空翻上的變化的時候 小時候就先建立這個擺動的基礎動作 也有助於他未來的發展性 那其實隨著動作的變化 然後再加上 國際的發展性 很多大部分的選手在第二類的掛背動作 都會用最開始的起步 先做一個掛背 擺動上去做一個回環性的支撐動作 可以看到他從掛背開始 那就是我們的第二類 掛背支撐開始準備的動作 掛背這個動作其實很明顯 你只要看到他是用他的手臂去掛在槓上面的 每一個動作都是第二類的掛背動作 還有可能是從空翻下去接掛背 或者是從擺動下去接掛背 來接上後面的一些動作類群上 那他都屬於掛背型的動作 好那這邊要來講我們的第三類 第三類是我們的旋槌大擺動作 那什麼是旋槌呢 一隻槓在這裡 你的人在槓的下面 經過旋槌這個位置的擺動 就是旋槌擺動系列 大部分的選手會把這個旋槌動作 當作是他一個加速的力量動作 讓他由旋槌 透過旋槌去做一個加速 然後再拋上去做另外一些動作的變化 這邊看到除了大擺回環 會經過旋槌的動作之外 現在大部分的選手都會發展半徑的回環 那什麼是半徑的回環 就是我們稱為後上 後上就是由支撐下去做一個旋槌後 再往上拉上去做一個倒立的動作變化 那他有可能踢上去倒立之後 他還會做一些旋轉抓單棒 或者是做一個360轉一圈在接槓的動作 那他是經由半徑下去下面經過旋槌 所以他就屬於第三類群的動作 最後是我們的下髮 那下髮這一邊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選手 他的動作難度上有一些不一樣的分別 就是他有可能是做向前的下髮 或是向後的下髮 那我們以前那個時代在練的大部分的選手 都是做向後的 因為向後的你比較清楚動作的技巧在哪裡 那慢慢的國際趨勢的變化之後 很多選手開始發展向前的難度 因為向前的難度 他在做一些變化 會比向後的難度再來的高一點 那有時候為了要提高這個難度分 那他就會選擇做比較難的向前系列的下髮 那再加上一些轉體變化的話 你這一個下髮的難度分 就可以拿到特別高的分數 但也相對的要拿到特別高的分數 他的分值難度就比較難一點 因為他的空中感覺跟落地感覺 會跟原本向後的差比較多一點 目前台灣的選手 就比較沒有在國際上拿到雙槓的成績 因為雙槓這個項目 如果小時候沒有把基礎公標的特別好的話 在未來上雙槓的發展 就會比較有難度上的限制 當然大家也是有慢慢一點一點的在進步的 只是看得出來 蠻明顯的 在國際上的趨勢 還稍微有一點點落差 要再加油的部分 雙槓就講解到這一邊 由於考慮到想讓大家更了解體操的內容 單槓也是體操比賽裡面最精彩的項目 也想要把最精彩的項目 講解的更詳細一點 來呈現給大家 所以不要走開 我們還有最後一集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Aizen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其實是因為剪不完 呵呵呵呵呵 cracks Chuck detective 小刀 說 《sil煞記》 真的 我們 nt 發現